曲家瑞开直播视讯17岁鲜肉! 把男人穿上身大新书! 威賴艺术家曲家瑞即将在4月2日发行个人第10本著作《于是,我们交换了青春》,发书前拍封面照含泪笑称结束单身,让出版社的编辑吃惊以为有新爆料,紧张得要为新书重新排版和定位方向,只见曲家瑞从更衣室走出来, 一套黑色利落男版西装穿上身大笑,因为一直都找不到男人,我钱却把男人穿在身上好了。 时简大学媒体传达设计学系所助理教授曲家瑞,向来已带领年轻世代勇敢追求做自己而知名,加上说话明快的风格特色,光受大家喜爱。 对于自己的终生大事,曲家瑞最近开Instagram直播聊天,被很多17岁到25岁的男生点牌互开视讯,笑称交往对象是否要下修到17岁了。 曲家瑞自第一本书创作至今绿绿登上书店畅销排行榜,明确,快节奏的实践家精神的文笔风格,光受年轻世代喜欢,自此第十本著作。 于是,我们交换了青春创作缘由,是曲家瑞最引以为傲的二手玩具,首度公开曲家瑞与二手玩具的青春旅程。 曲家瑞最为大众所知道的就是喜欢收藏二手玩具,工作室里一整面布满数千个二手玩具的娃娃墙,看过的人无不经验。 更对这些娃娃的来历,如何与它相遇的故事深感好奇,有娃娃收藏家的曲家瑞,受到国内外许多精品业者注目,合作二手玩具的跨界合作专案,也担任百货玩具公仔的策展人。 新书于是,我们交换了青春中,首次公开分享二手娃娃收藏故事。 原来这些娃娃不只是娃娃,更代表那些珍贵的记忆,以及曾经经过的人生风景。 对于第一次见到一整面娃娃墙的朋友,艺人,家人,同事而言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。 许家瑞笑说,最大的反应我想应该是近几年都盛行娃娃题材的恐怖故事,见到的第一面都会对住我说,奶,不会害怕吗? 娃娃头发有变长吗?奶有装摄影机间是娃娃吗? 有看过娃娃晚上走动办party吗? 那不然就是第二种疑问,啊,地震怎么办? 如果全掉下来,奶应该会收拾到想哭吧? 许家瑞对于每次到她工作室拜访了亲友与艺人们提的种种问题, 许家瑞这次决定公开她与娃娃们的故事。